高雄轻轨成员通车 古山区龙水里里长推荐大家 坐轻轨会经过有名的龙猫隧道 到美术馆和内围艺术中心 享受艺术之美 这内围艺术中心 也是我们美术馆管方 绞尽脑汁 然后把艺术品带入到社区内 所以说里面还有电影院 这个电影院跟我们外面 一般的电影院不一样 前面的退缩率很大 小朋友可以躺着看电影 前镇区名校里里长也建议大家 坐轻轨到珍爱码头 光荣码头和旅运中心站 还可以看到魁为十年的黄色小鸭 以及冬日流乐园免费玩 小朋友的爬行比赛 还是这个抽奖的用那什么赶快跑鸭 就很多的这种一系列的活动 让这一次的黄色小鸭 有别以往十年前的黄色小鸭 让更多的市民朋友 有更多参与的感受 凤山的大东公园 则首次举办光之祭灯会 呈现凤山建成 235年丰富的文化历史 各式花灯作品 会一直点亮凤山 到元宵节和二月底 一个巨大一个龙 然后结合很多灯笼 那个一个灯笼 一个灯笼一直在衔接 就是有代表一个龙的精神 一个传承 那么再结合我们凤山的 一个特殊的地名 叫凤山城 就形成一个龙凤城响的 那个一个画面 左营新家里在过年期间 推出巨大社区书展 希望大家利用过年期间有钱有闲 不妨延续书本温度 充实一下自己 文化必对 这个16岁到21岁都可以核销 我们今天又特别的 来看书的 买书的特别的多 我们有很多的工具书 一些特色书 还有我们有一些有点小虾吃的书 特别用三九折就可以给 扎下80多亿元的前镇鱼港 目前正在改建当中 除了有助于鱼货产销的建设之外 还加设了具有海味的装置艺术 成为鱼港的一大亮点 把我们前镇鱼港 比如说秋刀鱼 煎鱼 然后鱿鱼 鱼 这些等等的 把它变成到我们的 这个防水闸门 或者是我们的变电箱上面的彩绘 甚至我们也期待 我们未来的这个水沟盖 它也可以把它调整为 跟前镇鱼港有相关的 让我们的民众 眼睛看天空可以看得到彩绘 看地板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历史 这一年高雄的变化相当大 有金轨鱼港等硬体建设之外 也有黄色小鸭 灯会 书展等大型活动 丰富大家的生活 过年期间不妨去游赏一番 记者王仲凯 类昌邦 高雄报道